夏至的习俗 每年公历6月20日、21日或者22日,当太阳运行至黄金90度时是夏至。 夏至是24节气之一,也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。 那么,夏至有哪些习俗呢? 自古以来,夏至有庆祝丰收、祭祀先祖之俗,以祈求消灾年风。 而周代,妇女们夏至时会互赠折扇、胭脂等务食,消散浊气、仿生肺子因而被利潮沿用成为习俗。 自古以来,中国民间就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说法,因此江南一带很多地区的人们把夏至吃面当成了很重要的习俗。 湖南长沙人夏至日会吃糯米粉拌蜀蛆草做成的汤丸,名叫夏至羹。 银燕云吃了夏至羹麻食才成坑,抑郁力大无比,身轻如燕的意思。